黄金十五年,你需要做的十件事 人的一生,从三十而立迈向四十不惑的一段路上会有很多新的感悟 不管怎样,这十门功课是少不了的 一,学会放手 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 当你无力把握命运中的某种爱,某种缘,某种现实,学会放手 给自己身心一个全新的开始 只要信心在,勇气就在,努力在,成功就在 二,储蓄友谊 真挚的友谊是人生最温暖的一件外套 它是靠你的人品和性情打造的 在这个年龄一定要好好地珍惜它,用心去储存 三,播种善良 一定要挤紧自己所能挤之事 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世上的阳光和美丽 这样的善良常常是播种 不亦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来 四,懂得音乐 音乐可以陶冶情操 它会洗涤你的身心 会打开你的记忆和想象,全新地投入 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 它是日子中的味精 点点滴滴中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滋味 五,避开两种苦 陈间有两苦 一是得不到之苦 二是钟情之苦 在你付诸努力的前提下 所有的,想得到的都当作一场赌 胜之坦然 败之淡然 好在这年龄还具有一定的资本 我们可以卷土从来 世间最苦是钟情 如果在这时候还有这样的情愫 一定要像打扫灰尘一样 把它从心屋里清出去 六,学会承受 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 经过一次 就长一次智慧 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默默地去承受 历练一次 丰富一次 七,保留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一定要实时保留 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杀一蛋 一草一枝 还会让你淡默某种无形的压力 平复你的欲望和争斗 更多的时候 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 八,热爱工作 尽管它绝没有喝茶 聊天而那样惬意 但它检验住我们的智慧和能力 是我们体现价值和成就所必备一种内容 一定要全心爱它 它让你大半生有事做 有饭吃 九,善于学习 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 它不仅保证你的记忆力 感悟力 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 有些限解来源于此 并且还能抑郁 还会长久地保持你的个性魅力 这是练瑜伽做美容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何恶而不为 十,享受运动 很多人认为自己胖 自己丑 于是 就有人拼命地结实减肥 手术美容 你的大部分时间与其就浪费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如去享受运动 享受自然 你的体重就不会因懒惰而上涨 你的容貌也不会因岁月而减少生动 那么你就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住了你的青春 你的快乐 你的健康 等老了 和心爱的人一起 找一个小镇 安静地住下 早上在巷口看太阳 晚上煮住拐棍敲夕阳 世间的感情莫过于两种 一种是相濡以沫 却厌倦到终老 另一种是相忘于江湖 却怀念到哭泣 离开一个地方 风景就不再属于你 错过一个人 那人便在与你无关 人生就是这样 牵挂着 烦恼着 自由着 限制着 走出一段路程 回头一望 却也生动着 美丽着 有着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 有着你喜欢的事和需要你做的事 有着牵挂你的人和你牵挂着的人 人这一辈子是短暂的 所以要让自己健康着 开心着 幸福着 偶尔还要醉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